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 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 那我想没有 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 那我想是有的 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 你看这个麦克朗方程是这么一妙不可言 这东西它不会是这个 它不可能是偶然的 偶然你不能搞出来这么妙的这个东西 那么所以这些不妙 这些这么不偶然 而力量这么大 这个影响这么大的东西是哪来的的 那么这个你可以随便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假如里头没有一个人的形象 那我想大家都会接受 假如你一定要加一个人的形象在里头的话呢 这是你的自由 我不能干涉 不过我觉得呢 这个是没有根据的 是把这个人放在里头 是没有根据的 我想这是我对你的这个回答 抖音 是吗 是吗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